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,现在,迪丽热巴太刚。 霸气喊话女生别减肥,体重轻不适为了让男生公主抱。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段演员迪丽热巴拍戏的花絮。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迪丽热巴正在拍摄,再演与其他男演员有公主抱的戏。 对方好像并不能很轻易地把她抱起来,因此迪丽热巴表示不能喂了。 让男生抱而要减肥,也不要为了男生公主抱而改变自己。 这样的观点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夸赞,纷纷表示姐姐太霸气了。 迪丽热巴近期的热度非常高,由她主演的新剧《长歌行》正在热播中。 而迪丽热巴在剧中的表现也被称为了四月男友。 因为她不仅在剧中女扮男装,还受到了身边很多人的喜爱。 自己的妹妹乐烟崇拜,妹妹喜欢的人也喜欢,还与吴雷有很多的感情戏。 而迪丽热巴与另一位男演员杨洋主演的新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之前也发布了剧照。 这部剧是一部现代剧,迪丽热巴在剧中将出演大明星。 这个角色与她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非常吻合,光是剧照的形象就让网友期待不已。 迪丽热巴是公认最好看的女演员之一,无论是现代妆还是古装装扮都很美。 从《你是我的荣耀》装扮中可以看出迪丽热巴身穿路肩上衣。 妆容精致,长卷发披在肩头,一平一笑都很动人。 迪丽热巴在古代剧中虽男扮女装,但看起来也非常的英气,整体的装扮也很合适。